日落日風南馬川是早期台東火車的專門站 這個地方因為台東流著起來 也因為台東手走來沒路 因此這個消息的專門站 特別是地方面向懷念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小孩最懷念 最懷念的地點 這個火車在這裡 在拍檢驗 我們小孩的時候生活沒人吃 都來這裡投給檢驗去吃 說起來也見笑 投給檢驗就讓人家回去 這樣啦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 相關懷念的 南馬人 住在南馬人 相關懷念的共同企業 不然你出國 或是去拍檢驗事業很成功 你的企業哪有在中的 還是一樣 有南馬這個火車的企業在那裡 那麼社區進行做 利用這個火車鐵路 作為應做路線 因此兩條鐵鐵路 到這個地點 作為公衡中心 比較好名做 十分南地的社區中文站 因為這個地方是五文火車 我們來到這個所在交會 這個都變十分 五分 兩條加起來是不是十分 所以十分南地 十分南地的意思就在這裡 所以 這是一個 真好的 真天然的條件 不論是造型還是拍攝 每一間作品都會 涵義和社區 既民的用心 就算有這台 無法過期的康復車 他們給名叫做 涼水河 也就是地方民眾 對過期的懷念 這個涼水河 原因為什麼要做涼水河 就是一個做廖春涼 一個做流勝水 他們兩人共同做 一個做北的部分 一個做梯子的部分 一個做梯子的部分 他們兩人在老闆 都共同 以前都是台藤 在做修理火車的人 所以他們很快樂 這個康復車 其實社區公衡對電話 很大意義 他在我之前 那麼過期的歡迎的我 要不要讓人知道 社區民眾 是這麼多團結有心 要來重新社區運作 在這裡面前 重播到